吵架了 什么吵架了 不吵架 你该上去或者把他叫下来 他现在肯定在工作呢 我工作的时候 就不喜欢别人打扰我 我想他也一样 不是不饿吗 不是不饿吗 这不到吃饭点了吗 准点吃饭是对自己身体的负责任 小玉说你凌晨两点多才到了家 不十二点就收工了吗 去哪儿玩了 是不是跟那个 我昨天 喂 你好 好 我现在下来 我去拿外卖 你好 不好意思 你跟外卖 谢谢 怎么受伤了 你刚才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下 那快去医院吧 你是最后一家 我现在就去 对了 能麻烦您一件事吗 这个我的车 你能帮我看一下吗 我现在骑不了 我怕在外面丢了 好 我跟欠财说一声 让他帮你看着 好 谢谢你 需要我帮你打车吗 不用 不用 我 我自己可以的 谢谢 谢谢 等等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这儿有酒精和棉签 你先擦一下吧 谢谢 没事 那个 我自己可以 您忙吧 那注意安全啊 好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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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啊 林叔 你送他去医院吧 不不不 这不合适 我自己可以的 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反正我也没事 祝你为乐嘛 好吧 叔 您真幽默 叔 这车子 是你的车是你的车是吗 车是他的 我正好想散散步 不想坐车 你赶快上去吧 去医院看看 伤得这么重 谢谢您 没事 没事 谢谢了 没事 来 还在服务里暖了 是他女朋友 怪不得 这两个人心都这么好 上车吧 谢谢叔 慢点啊 谢谢 谢谢 你记得把冰箱里的 牛奶喝完啊 哦 话说你这次回正江忌组 找他吗 他留的不是自己的手机号 打过去怪怪的 不太方便吧 而且清明节 一般都是和家人去 这手约他不太好 抽空呗 回来再说吧 他也不主动一点 人家上次半夜约我吃饭 还不算主动啊 勉强算一次吧 既然他主动的一次 我都想好了 等我回来以后 我就回请他吃饭 这样他一次 我一次 吃顿饭 聊家庭 聊事业 聊朋友 饭后江边走一走 走的时候 挨近一点 不经意间小手撞几撞 不经意不经意 小手一拉 眼睛一闭 每个正经 我是嘴上不正经 你是心里想对人家不正经吧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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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咛 别 proposed 好